如何善用手机做到最及时的转播 大爱台新闻工作人员和大家分享经验 不论是在墨三比克或是土耳其 都能够善用网络传播及时讯息 甚至就在现场 在这边也非常感恩 我们大爱台这么多的一个 师兄师姐在这边跟我们分享 非常感恩 如何快速的连接全球各地的讯息 大爱台恳请全球真善美之工 一起来帮忙 把全世界的实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然后让来自全球的讯息很快地 就让全球都可以看得到 其实我们最快的速度 最方便的速度就是手机 然后其实是东西都永远在你身上 那只要有网络就是可以用Line 然后其他各种网络可以传回来 相机真的你不能即刻拿出来 手机我们是随身带的物品 全球真善美之工严锡营在桃园进行 除了技术的传授也分享国际采访的点滴 过来人的经验分享很受用 真善美有很多机会可以到苦难的地方 然后来录影画拍照 然后很真正的艰苦幸福 你会看到很多人说我已经有25岁的经验 我已经有30岁的经验 所以我感觉我必须要回来 告诉他们回家 但当你做这个专业 你必须要严重的 它必须要有些东西 然后给他们的经验 四句话就会无尽 五天的课程 从理论方法到实物操作 将近一对一的师资教学 希望能够让学员都能有成长 也为此季留下更多美善的记录 戴来新闻真善美之工桃园综合报道 哥伦比亚的捐情